財委會一開會 工聯會陳婉譚代表福利事務委員會 提出終止押後表決 長者生活津貼的動議案 最後議案在35票贊成 23票反對 3票棄權下獲得通過 而多名議員都不贊成 下星期二召開特別財委會 審議撥款申請 主席將與人決定休會 直到政府向立法會 重新再就長者生活津貼 提交撥款申請時 再決定是否召開特別會議 反而會後 多名泛民議員都認為 財委會的表決 捍衛了立法會的尊嚴 現在政府完全可以說 我是打橫 我夠票就是送你 整個立法會所有 原定了的規則和程序 我又要跳躍所有這些 所謂的步驟 一去就去巡邏委會 這會導致我們覺得 這個完全是不尊重 以及不理會立法會的制度 我們不單止是 可以維護到立法會的尊嚴 不會像做了梁振英的附庸 只是做一個橡皮圖章之外 亦都爭取一個空間 是幫我們的老人家 是處理好 怎樣去安老 因為我們不會接受 只是扶貧 長貧難顧 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就重申 計劃的籌備工作 橫橫相扣 對財委會通過終止表決 感到可惜 為何我們這麼急處理這個申請 就是因為幾十萬長者的福祉 這個我們要高度重視 第二就是 假若審批的時間遲了 計劃的啟動時間 相應就受影響了 我們目標是希望在明年3月 能夠推出計劃 所以這個時間 其實是一個相當緊縮的時間表 所以我原本希望議員多些時間 可以討論 但是今天很可惜 大家沒有充分的時間 仍然終止了討論 他又說 如果在這個月底 都未能通過撥款申請 就沒有辦法在3月推出計劃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王家林報導